小乐高大乐区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乐高城市组60324 移动式起重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们这一盒乐高城市组60324移动式起重机完成了 这一盒60324是乐高于2022年推出的新品 它一共有340片乐高积木构成 里边包括有两个人载 移动式起重机对于乐高全系列的套装来说 已经不是一个新科了 之前我们已经在诸如像机械组的这种套装当中 已经做过移动式起重机了 那这一次用乐高城市组全新演绎的移动式起重机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来 我们一起动手把玩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人载 那乐高城市组的人载如果是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话 必定是男女搭配的 而且两个人载的话很大的概率是一男一女 那这一套也不例外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工人呢 他正好是一男一女 两个人应该是相同的工作 先来看一下这个男性的人载 那这个男性的人载呢 身上穿着工作服 头上呢戴着一副工作的这种橙色的防护眼镜 手里呢拿着一把扳手 反过来你会看到他这件工作服呢 还带有一个小帽子 但是他呢是单面的表情印刷 而这个女性的人载呢 身上是穿着一件反光的背心 他的这个头发呢 跟他的安全帽是合在一起的 一体式的这么个零件 但是他依旧也是一个单面表情印刷的脑袋 他手里呢拿着一个对讲机 接下来再来看的呢 就是这一盒的主体 这一辆移动式起重机 其实第一眼看到这一辆移动式起重机呢 坏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乐高机械组的42108 那个呢也是移动式起重机 又称重型起重机 但是跟那个机械组的42108相比呢 这一辆陈氏组的移动式起重机呢 他的轮子少了一对 那个呢是四对轮子 这个呢只有三对轮子 六个 少了之后呢 他的这个沉重的效果可能就没有来的这么强了 但是他呢因为是乐高特立件来搭建的 所以搭建出来的效果呢 我觉得就外观而言 是比42108看上去更加的舒服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来我们还是老规矩 依旧记出皮尺 来量一下他的三维尺寸 长度约24厘米 宽度约7.5厘米 高度约10厘米 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10厘米的高度呢 是他这么平放时的状态 但是呢 他的这一个掉臂呢 是可以升起的 当我们把掉臂升起之后呢 这个高度自然也提高了 来你可以看到 这边掉车有两个齿轮 当你转动前方的齿轮呢 就可以控制这一个掉臂抬起 最大呢可以抬到这一个角度 来看一下 但是还没完 他前端这边呢是可以拉出的 但是你拉出之前呢 这个挂钩是需要让他放下去一点 我们转动 来转动后面一个这个齿轮 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前面的挂钩给放下去 我们先把挂钩多放一点 然后把他这个掉臂前端再拉出来 好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来 我们把掉臂前端 哎呀 一拉拉过头了 差不多是可以拉到这么高 来看一下 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 来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拉出来之后 他抬起了这个高度呢 其实还真的是挺高的 来我们再量一下 他抬起能抬起多高啊 高度差不多达到了35厘米 啊 这样抬起来之后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出色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60324的细节 啊 他的前方呢 有一个洞 你的挂钩呢 正好是可以勾在这一个洞里的 那这辆移动式起动机 在移动在路面上开的时候呢 这个挂钩就是这样可以给收起来 防止他这样在开动的时候到处乱晃 那他前面的这个驾驶舱呢 哎 这个驾驶舱我们先得把这个杆子给伸起来 才能方便的观察驾驶舱啊 那这个驾驶舱呢 你可以看到他前面呢 是两块玻璃 通过两块 呃 这个四格宽的玻璃呢 把这一个移动式起动机 他这个宽宽的驾驶舱给很好的还原了出来 那他上面的驾驶舱盖呢 也是两块 这两块呢 全部都是一个一拆卸的设计 那前面呢 这个座位呢 也是有两个座位 两个并排的座位 这边呢 是有个方向盘 这边呢 只是有一个把手 这里边呢 没有仪表台 相对来说 这个驾驶室是比较简单的 那人载坐进去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想要两边同时坐人载呢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两边两个人载全部坐进去 这两个人载呢 也不会产生阻碍 完全可以同时容纳 这一点相当的出色 然后前方这边呢 这种紧实的标识 全部都是贴纸 然后下面利用透明零件 模拟了这辆车的一个车灯 但是用的是纯透明的零件 总感觉他这个车灯 似乎不太够意思啊 他的这个轮胎呢 你可以看到 他是具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变频比 这使得这个轮胎的沉重性能呢 相当的强 那他的这个轮毂呢 其实是双面的轮毂 一面是铝合金的轮毂 还有一面呢 是钢轮毂 那这种沉重的车辆 那自然是要用正面高沉重的钢轮毂 那这么粗这么宽的轮胎 配合在这一辆移动启动机上 我觉得视觉效果是相当出色的 旁边这边呢 其实就是他的撑脚支架 当你这个移动启动机 在开始起掉的时候呢 这一种撑脚是可以把这辆车给撑住的 当然实际上啊 当你把这个撑脚撑下来的时候呢 这辆车还是可以正常的来进行推动的 并没有办法把这辆车给这么撑起来 毕竟这一套只是300多片零件的一个城市组的套装 当你这个移动启动机正式工作的时候呢 他这边的撑脚是可以拉出来的 你看可以拉到这样子 四个撑脚都是可以拉出 拉出来之后呢 哎感觉就好像他真的把这辆车给撑住了一般 但是呢 这个也造成了一点问题啊 也就是说 你要模拟这个车在正常移动的时候呢 你只能把这个撑脚往上搬 搬到上面 但是搬到上面 模拟这个车在移动时的这个效果呢 我总觉得视觉看上去稍微有一点点怪异 来再来看一下车尾 那车尾呢 他的打造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这边的车牌号AC60324 那60324呢 就是这一套乐高的编号 这边呢 有一个球形关节键的一个接口 那也是可以通过这一个连接键 连接其他的拖车架 进一步拓展你这一盒60324的玩法 后面这边各类车灯一字排开 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吊车部分 是通过一个大转排零件 连接在这个车体上的 转动自然是没有问题 360度的转动都是非常的顺畅 而且是带有段落感的 这一边的这个驾驶舱的零件盖呢 是把那种飞机上面的驾驶舱盖 直接给移植了过来 来是这样盖上去的 盖上去的效果呢 我觉得也是相当的出彩 看来当你的乐高人仔在这边操作 这一架其重机的时候呢 它的视野也是相当的出色 你看这里边还有操作感 来我们放一个乐高人仔进来 来它工作时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一套乐高的60324 玩点我觉得还不错 小朋友在买了这一套玩的时候呢 一定也会玩的非常的开心 这一套60324撇开它的价格因素 单单300多片乐高机部带给坏雪的乐趣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另外这一套里边也搭配了乐高城市的这个底板 那这个底板呢 也是可以跟乐高城市组其他的那种带底板的套装 组合在一起进一步拓展你自己乐高小镇的体验 来我们把移动起重机要往这个方向 让它把这个底板给吊起来 吊起来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玩起来还真的相当的满意啊 我个人真的挺喜欢这一套60324的 当然可能有些朋友要问这一套60324的价格了 那这一套呢 我们是通过第三方渠道买的 买过来的价格呢 是348元 那348元 340片乐高机部 两个人咋 这一套乐高城市组的60324 它的价格呢 可能稍微有一些小贵 那我们现在买呢 它的价格正好是在一个高点上面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套60324的话 不妨等一等 等个几个月 它的价格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了 我估计200多元 就可以买一套全新的60324了 好了 今天坏水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乐高城市组60324 移动式起重机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